很难相信 作为鱿鱼之中极品的软丝鱿鱿鱼 居然能被渔民调得 像在家后院薅白菜一样简单 虽然看着不难 实际上却更简单 而且还一点本没下 一艘二十年还不淘汰的小破船 和一堆充当千坠的臭事等 就让他们今天极品好货捞到手软 此时正值菲律宾牧春的傍晚 渔民们伴着一挥 驱船来到距离海岸线 五百米的水域开始作业 只是抛出了一个不起眼的甲儿 鱼线上就很快传来了拉丽 老哥一边紧盯水面一边收线 待大鱼渐渐浮上水面 就适宜一旁的同伴准备好抄网 在他露头的瞬间直接抄出了水面 拎起来一看太惊喜了 和普通鱿鱼相比 这条鱿鱼更为透明光亮 触手也更短 还浑身散发着绚丽的光彩 赫然是一条软丝鱿鱼 这种鱿鱼又叫软吃仔 是鱿鱼中的贵族 以肉质后世鲜甜爽脆出名 比普通鱿鱼要昂贵许多 没想到今天就这么轻轻松松掉到了 话不多说赶紧继续 下一钩的鱼依然上得很快 从鱼线上传来的力道看 这条比刚才的只大不强 而根据海下摄像头显示 这次种的居然又是一条软丝鱿鱼 拉上来一看果然没错 而且还足有三四劲 给老哥乐的刺出了大白牙 为了让他保持鲜活 得赶紧放进水仓里 做完这些 老哥本想休息一下 可谁知一口气没喘云就又上火了 真是烦死了 这回怎么又是一条软丝鱿鱿鱼啊 这一顿哪能吃得完呢 而且这条的分量也不小 有个两三斤 摘下鱼钩的瞬间 还喷了他一连水 不过老哥只是一笑而过 因为有了这条鱿鱼入仓 今天的鱼货直接就能卖上四位数 真不知道他今天是撞了啥大运 这种平时难能一见的值钱货 居然一连被他吊上三条 而这还只是给他今天的好运开了个头 没多时又被他吊上一条 个头不小的软丝鱿鱿鱿鱿 看着情况八成是遇到了鱼群 集体会有 这不趁机多捞几条还是人吗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老哥和同伴配合墨镜 下钩 收线 超网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一连斩获了五六条软丝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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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天的宝仓 下船后倒了满满一大盆 软丝鱿鱼难得 它并不打算卖掉 而且准备回家好好开顿婚 先是将鱿鱼处理好内脏 然后用清水洗净 下锅炸至外胶里的 再配上刚刚在园子里 现摘的叶子和蔬果解腻 好吗 我倒真想尝尝 鱿鱼配萝卜大色 辣椒小柑橘到底是什么滋味 有没有吃过的告诉我怎么样 而这还只是第一道菜 下一道更是他们那里的创新吃法 将蔬菜盯切好后 食蔬奶汤鱿鱼就出锅了 剩下的则全部拿来炭烤 就这样 一顿色香味俱全的鱿鱼大餐就做好了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了个昏天黑地 说话的功夫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也太惬意了吧 那啥能不能带我一个 不过要数真变态还得是日本渔民 你或许见过蛤蟆 但你绝对没见过这种几十斤的超级大蛤蟆 寄上回的克苏鲁大游以后 小日子对这种大的跟变异师的玩意儿 越发情有独钟 不过想整大活他们也是真下玩 蛤蟆鱼作为一种底气生物 一般长度的鱼线很难够得着 所以渔民一般都会使用巨型鱼网捕捞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这回被捞上来的蛤蟆鱼挣扎得相当剧烈 居然一下把超网都干破了 尴尬的是钩子还刮在网上 一时半会儿也没逃成 只能在水面跟老哥相骨无言 而老哥这一顾发现还有意外收获 这家伙旁边居然还有一条体型 至少比他大三号的同类 两个卧龙凤厨就这么海草海草一起在浪花里舞蹈 给老哥看的是心仰难耐 本想一个超网赶紧一网打尽 没想到反被他俩联合起来揉力 他想不通一条鱼怎么能扒住鱼网不放 难道啥不为长出了爪子的形状 不过形势所迫也只能先放低气网 先把眼巴前的鱼赶紧都上 大鱼见好兄弟不幸阵亡 开始拼死抵抗 可老哥哪能这么善良 一顿连勾带网 五秒不到就让他彻底投降 简终于把大鱼牢牢勾住 老哥赶紧清理一下 然后一个妖马合一就把这家伙拽了上来 你看这玩意儿不会叫这么个名 真像薅上个大蛤蟆 给老哥的腰都扭着了 索性往地下一探 抱住大家伙乐的是见牙不见眼 别怪他臭险外 能钓上这么大的蛤蟆鱼 实在是祖坟都榨湿的好运气 虽然这种鱼价格不贵 但是这么大的一只得有四十斤 价格跟普通吨位的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别的不说 光看这大嘴简直能吞下一头小羊 大石般看了都不好意思张嘴了 这种鱼学名安抗鱼 别看这家伙平时又懒又笨 实际上是个海底扫地僧 全身都是武器 头顶小灯笼 齐齐当鸟干 从引诱食物到发起进步 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是白长的 而且胃部能膨胀到 可以吞下和自己一般大的鱼 有时候鲨鱼都能吞 而且别看这玩意儿长得是挺随心所欲 但事实上 它可是和河豚并称美食界的东斜系毒 一个身带剧毒 一个奇丑无比 天天又都是极品美味 海蛤蟆肉质松脆 骨头又柔 特别是鱼肚部位 比猪肚还好吃 在小日子那里 更是一度被当作专门进贡的高级食材 再加上阴桐安抗 所以也被视为招服的美食 齐哥在这也住 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身体安抗 年年有余 等收割的心满意足后 老哥就赶紧把他带去了水柴市场 果然 这一程发现这家伙足有20公斤 有没有懂行的朋友告诉我 这得值多少钱 在评论区告诉我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